欢迎大家收看娱乐社媒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汤洛文举家快闪游日镜 卖甩新婚老公 网民羡慕马国明赚钱老婆享福 婚后是TVB黄金绿叶含有登场 演艺学院导师 公价极深 竟被年轻演员白演 何佩佳演 征载戏CutG揽助刘佩月汉 绯闻男友阮浩宗 提早5小时到场服饰独家 IU演唱会嘉宾竟是他 Rai S甜喊子子背后原因曝光 单身女子不轻易掉泪 何如云新加坡一亲好娇贵 请大家收看 汤洛文举家快闪游日镜 卖甩新婚老公 网民羡慕马国明赚钱老婆享福 星岛日报 汤洛文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他与家人在日本东京旅行的照片 透露4年来第一次与家人一起出游 照片中没有出现新婚丈夫马国明的身影 引起网友的猜测 汤洛文表示自己之前生病了 康复后和家人一起快闪旅行 表达了对家人的思念和对幸福生活的祝愿 汤洛文和马国明在去年结婚后 已经多次出国旅行 尤其喜欢日本和韩国 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多条旅行推荐影片 看起来玩得很开心 这次的旅行照片中 汤洛文与爸爸汤振宗 妈妈和妹妹一起出境 展现了一家人的快乐和亲密 虽然汤洛文的丈夫马国明没有在照片中露面 但他的留言中表达了对家人的思念 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粉丝们也纷纷祝福他们一家人旅途愉快 有网友开玩笑说 下次记得带上马国明 让他也能参与到一家人的旅行中来 马国明和汤洛文结婚已经一年多 他们一直在忙于工作赚钱养家 这次的旅行可以让他们暂时放下工作 享受家庭的快乐时光 婚后世 TVB黄金绿叶含有登场 演艺学院导师 功架极深 竟被年轻演员白演 星岛日报 TVB剧集婚后世 这周将迎来一个重量级演员登场 他就是资深剧后罗冠兰 在剧中 罗冠兰饰演王敏毅和赖魏林的婆婆 她的演技大爆发 与王敏毅的演艺相得益彰 罗冠兰一直致力于戏剧表演的教育工作 曾参演过许多舞台剧 并获得多次舞台剧演员奖 他也参与了许多TVB剧集的演出 如《烈火雄心》 《天子寻龙》和《雪景雄心》等 今年将迈入70岁的他 依然活跃在剧场 罗冠兰的演技一直备受赞誉 他在剧中扮演的角色 总是令人难以忘怀 在《婚后世》中 他饰演的花婆 因孙女王敏毅的婚外情受到伤害 他的表演令人心酸又感动 短短一场戏 就展现出了罗冠兰的演技之精湛 他与王敏毅的合作 也让剧情更加生动有力 罗冠兰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演员 他不仅在舞台剧和电视剧中 有出色的表现 还曾拍摄过电影 他以电影《我和春天有歌约会》中的角色 赢得了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 最佳女配角奖 今年他将漫入70岁 仍然保持着出色的演艺状态 展示出了他多年来在演艺界的才华和贡献 何佩佳演 征载戏Cut G揽助刘佩月翰 绯闻男友阮浩宗 提早5小时到场服饰 独家 星岛日报 TVB的凶猛小花和配家Roxanne 以火辣身材成为焦点 自从参加香港小姐在竞选夺冠以来 曝光率大增 她在《新闻女王》中扮演被性侵的角色 凭借两分半钟的含泪独白戏 赢得观众好评 Roxanne获得监制王新卫的重用 在新剧《非分之罪》中 与刘佩月《梦》合作演出 最近 两人拍摄一场争执戏 Roxanne的绯闻男友阮浩宗 全程照顾周到 被证实是个暖男 拍摄当晚 刘佩月和何佩佳 在火探一所工厂大厦拍外景 剧情讲述 这对郝姊妹因为阮浩宗而发生争执 最后甚至打起来 虽然阮浩宗没有戏份 但她提前5小时 到场照顾《非分女友》Roxanne 递水 递纸巾 还帮她检查店子是否舒适 担心她拍动作戏会受伤 由于是动作戏 现场的五指指导两人走位 推撞等动作 两人排了几次后就自动完成了 镜头前 Roxanne喊着 哀求Moon让爱 Moon则投入地喊着拒绝 两人的演技相当出色 甚至在开机之后仍然喊得很厉害 需要花上一分钟才能平静下来 Roxanne喊累后 她向在场的阮浩宗发泄 怒斥男人不可信任 阮浩宗尴尬地为自己打圆场 剧情需要 剧情需要 最后 为了达到效果 两女大打出手 Moon为了脱身用力推开 Roxanne 她跌落纸箱后迅速爬起追赶Moon 然后全速扑向Moon的腿 被Moon用力踢开 两人在地上扭打 非常激烈 虽然镜头只有短短几分钟 但由于世卫 保护店和不同角度的拍摄 拍摄时间延长了整个晚上 Roxanne在阮浩宗的带领下 发挥出了超水准的演技 刘佩月对Roxanne表示赞赏 她的工作态度非常好 最重要的是她懂得感恩 刘佩月笑颜自己经常被打 所以近几年拍摄了不少动作戏 包括《城寨英雄》和《隐形战队》等 她表示自己的动作技巧 从一开始不协调到现在有了一些进步 当被问到是否跟着粉身肉搏成为事后的必备元素时 她强调做人很简单 她只希望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过得更开心 阮浩宗补充道 演员不是为了奖项而表现 最重要的是让观众看到有表现 对于Roxanne引起关注的完美身材 她解释说 所以我跑马拉松 保持身材 她还感激 能从宠爱Pack Patty中扮演快乐护士 到新闻女王中扮演坚强的排球队长 观众终于能看到她不同的一面 刘佩月再次赞扬Roxanne 她真的是非常努力和勤奋 我们现在更熟络了 看到她努力和用心 她还很有主持的才华 真的是无可挑剔 IU演唱会嘉宾竟是她 Rai S甜喊子子背后原因曝光 自由时报 韩星 IU举行了她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吸引了众多粉丝和艺人朋友的道场支持 其中包括她前年认爱的男友李中硕 她低调地出现在观众席中 在演唱会上 IU邀请了怪物女团 Loo Jeans和新人男团 Rai S作为嘉宾表演 Rai S的成员 Anton是IU的音乐人父亲引上的儿子 他和IU有着深厚的感情 Anton 回忆了他第一次见到IU的经历 他害羞地拒绝了IU给他的香蕉牛奶 IU也谈到了自己在出道以来的成长 他感谢粉丝们的支持和鼓励 希望能够回报他们的爱 整个演唱会让现场的歌迷们非常享受 单身女子不轻易掉泪 何如云新加坡一亲好娇贵 自由时报 何如云在脸书中表达了 他对一厢陪读生活的不舍之情 他与两个孩子平安返回台湾后 写下了道别时的情景 表示希望无论哭笑 孩子们都看不到他的眼泪 他相信母子之间的连结从未消失 当孩子们离开母体时哭泣 长大后分别时则是母亲哭泣 然而 他却晒出了自己手拎贵桑桑的爱马仕包的照片 暗示他在异乡还是保持了娇贵的形象 一路娇贵地回到台湾 台湾人好热情 阿杜来台开唱喝珍奶 血拼净买Hello Kitty 自由时报 日本负面戏女歌手 Ado近日接受访问 分享了他在台湾的经历 他表示在台湾逛夜市 尝试了很多美食 还购买了各种杂货 他还去了一个类似日本元素的地方 购买了T恤和Hello Kitty的复古商品 他还赞扬了台湾的珍珠奶茶 非常好喝 特别是加了白珍珠的饮料 Ado还提到 他在台湾的演唱会 受到台湾粉丝的热情支持 感受到了台湾人的热情 他认为自己 在七年的职业生涯中 最大的改变 是在精神上更有责任感 并通过自己的歌曲 获得了信心 他还分享了自己的一些小秘密 像是出国行李中 一定会戴自己的睡衣 因为饭店的睡衣 让他睡不好 最后 Ado表示 第一次站上大舞台时非常紧张 但他能够掌控这种紧张 并且在寻回演出中 不会特别紧张 他透露 他会尝试正面思考 告诉自己紧张意味着 对自己有信心 接下来 Ado将在四月底 举行自己生涯最大规模的演唱会 并希望通过寻回演出 积累更多经验 不断成长 Jessica 睽違五年开台湾专场 网敲碗腰王心灵当嘉宾 自由时报 韩星 Jessica 鄭秀妍将于4月21日在台大综合体育馆举办演唱会 并恰好是她的35岁生日 让不少金星粉丝名Golden Stars们相当兴奋 Jessica 出道近17年 自创品牌生意发展的风生水起 去年11月 以solo歌手身份在回归歌坛 发行第四章迷你专辑Beep Beep 让粉丝相当感动 这次演唱会将是Jessica 在台湾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 距离她上次来台举行见面会已经5年 让许多金星们感到终于等到了 演唱会的门票将于3月9日中午12点整开始贩售 售价分为A、B、C区和伸障区 张青芳被她吓哭 高雄崩溃失态了凶手快闪36小时反美 自由时报 张青芳的儿子Layson 在她的演唱会上作为嘉宾出现 让张青芳非常激动 并且被吓哭 张青芳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儿子在机场的照片 感性地表示 她是她的深爱和甜蜜 尽管儿子即将返回美国继续学业 但张青芳仍希望她保持联系 张青芳抱怨儿子回讯息的速度慢 而儿子解释说 她在练习歌曲已被在演唱会上助阵 粉丝们对Nathan的出色表现 给予了积极评价 张洪亮晴签21年波兰期 换肝仅一年恶化病逝 自由时报 牙医歌手张洪亮的妻子 Jack Taranay于2022年因病逝世 他们相识于23年前 在2021年Kate突然肝衰竭 需要换肝时 张洪亮甚至愿意捐赠肝脏酒期 在亚洲换肝之父陈兆龙的帮助下 Kate成功换肝 并得到了张洪亮的赞扬 然而如今他已经离世 张洪亮在演唱会上回忆起妻子 不禁悲伤 这段感人的故事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60岁文杰气色好 泰国置产养老 自由时报 文杰表示 他选择在泰国安享晚年 是因为这里离台湾近 方便回家看望家人 同时房价相对便宜 生活节奏慢 适合退休生活 他购买的房子位于曼谷 约30平 花费了1800万 目前 文杰在泰国过着惬意地退休生活 IU自笔洋葱 暖泻粉丝鼓励滋润 自由时报 韩星 IU举行了一场世界巡回演唱会 吸引了上万粉丝的参与 在演唱会上 IU请来了新人男团 Ryaz助阵 其中一名成员 Anton的音乐人爸爸引上 也是IU的好友 这让IU很感动 IU在演唱会上演唱了多首好歌 歌迷们听得非常入迷 他也表示自己 比刚出道时更加柔软 温暖 感谢粉丝们对他的支持和鼓励 IU希望能用自己的歌声 给粉丝们带来滋润 于静平有投票权 谈奥斯卡意外亮票 自由时报 摄影师于静平 以电影《真心的一天》 获得金马六十最佳摄影奖 他是华语影坛少见的女摄影师 曾与导演曾国祥合作多部影片 他还透露自己成为美国影艺学院会员 有权参与奥斯卡金像奖的投票 他表示金马奖的叠奖标准 不必过于看重 因为他自己每次投奥斯卡的影片 都未得奖 他还谦称自己获奖 只是多了一点运气 电影《真心的一天》 于22日在台上映 詹妮自曝杀人行程 曾四天半没睡 自由时报 这篇新闻报道了 Blackpink成员 詹妮最近的一些动态 报道中提到 詹妮在最近的一档综艺节目中 分享了在行程中的辛苦 让许多歌迷感动的落泪 他透露自己在活动期间几乎没有睡过觉 拍摄 MV和连续拍摄等工作 都让他没有时间休息 尽管如此 他仍然坚持上台演出 在被问及 Blackpink的未来时 詹妮表示 Blackpink将会继续下去 但他也希望能够探索自己的音乐风格 并进行个人的活动 此外 詹妮最近受邀身家巴黎时装周活动 在机场被粉丝和记者围观 期间 他可能被纸张划伤手指 但他仍然保持坚强的笑容 周董雪梨巡演自招靠提词 JJ朝圣泰勒斯神启发 自由时报 周杰伦和泰勒斯在澳洲雪梨开场 两人都非常受粉丝喜爱 周董之前去观看泰勒斯的演出 引起了一些争议 但他表示不在意 林俊杰也去新加坡观看泰勒斯的演出 并称赞他的魅力 周董在雪梨开场之前 还和妻子外出享用美食放松 演唱会上满足了许多歌迷的点歌要求 周董的演唱会除了唤起青春回忆 也让许多歌迷通过他的歌曲获得了力量 林明珍亲一个爆红 芯片半三场婚礼喊泪 自由时报 大马女神林明珍近年将演艺重心转往香港 在电影饭戏《宫星2》中筹备三场婚礼 她表示理想的婚礼是在花园中举行 但办婚礼很累 没有婚礼也无所谓 她认为婚姻不是为了婚礼 只要达成共识 一起去结婚旅行是她想要的 林明珍在该电影中饰演台湾网红阿蜜亚 她自创的《亲一个卖蒙首饰》 非常受欢迎 林明珍自认讲话比较粗犷 但台湾女生讲话很温柔 她觉得很难诠释 最后成果大受欢迎 连香港人都以为她是台湾人 不少香港男生都被她吸引 不过她目前仍然是单身 享受独处时光 但她承诺如果有好消息 会告诉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